台南沙警案后 远景执勤细节在议会殿堂引发讨论 特别是酒驾远景 肉身远景面对铁包肉的开车民众 现在严格禁止头伸进车窗 并建立一套新的领检SOP 台南市警察局长方仰宁帮忙缓夹 由于疫情关系不能使用酒测感知器 远景才会伸头进去车内闻 担心万一遇到歹徒来不及应变 驾驶车窗旁远景两人一组 一人负责问话 旁边还要有人贴身警戒 通通全副武装 比起手枪涉及综合逮捕术 台南警方更强化组合训练 一个负责盘查 然后一个负责坐后面坐警戒 对 如果有异状的话 这样可以有装从辅助的功能 因为盘查的时候 他有时候专心会看待 我们驾驶人的身心的状况 可是我们警戒的同等 他就要负责 看有没有其他异常的举动 杀警案后台南警方直勤 警戒心提高 虽然不必把每个民众 都当成罪犯看待 但绝对要有保护自己的敌情意识 进行黄一轩 长毛龙